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 美国正在考虑禁止一些中国社交媒体应用 尤其是非常流行的短视频软件TikTok 部分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对TikTok处理用户数据的方式有忧虑 美国国会议员要求情报机构对TikTok展开国安调查 调查TikTok如何处理用户数据 是否将数据回传中国 是否遵从中国政府的指示对内容进行审查 担心该公司与中国情报部门合作 而面对美国的质疑 TikTok多次强调表示 TikTok虽然母公司在中国 但是实行的是一己两制 并且在今年6月 TikTok任命迪士尼高管凯文贵尔担任新的CEO 澄清TikTok不在中国运营 用户数据不存储在中国境内 不受中国法律约束 平台没有受到任何政府的影响 包括中国政府 但是美国政府似乎并不买账 认为中国政府的长臂仍可能伸到美国 密苏里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霍利 上星期在TikTok拒绝出席作证的一个参议院听证会长说到 TikTok声称 他们没有把美国用户的数据存储在中国 这很好 但是只要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敲了一下他们总部在中国的母公司的门 那些数据就会按照中国政府随时的需要而转移到他们手中 虽然美国政府考虑禁用该软件 但是目前小编亲测 TikTok还可以在App Store正常下载 但一旦被禁 有可能分分钟在美国商城下线 所以小编友情提示 下载的就千万别删用 还有一种情况便是后期 如果TikTok在美国的商城下线 但服务有可能依旧可以正常使用 至于美国政府会不会采取进一步手段限制使用 目前还都是未知数 TikTok作为抖音短视频国际版 在2016年上架之后 一年之内用户人数破亿 每日观看人数达10亿次 第三方市场数据机构 App Annie的统计数据显示 不仅在越南 TikTok在日本 泰国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柬埔寨等国家 都处于市场领先地位 均多次登顶当地的App Store或Google Play总榜 一份来自Activity Consulting的报道指出 在美国 TikTok的用户平均每月在这个平台上花费10个小时 然而 TikTok最大的海外市场还是印度 TikTok在印度的下载量领先于中国和美国 然而6月30日印度政府宣布正式下架TikTok 除了TikTok以外 还有微信、微博、UC浏览器等59个中国应用软件遭到下架 其中多为短视频、社交媒体、跨境电商和使用工具类 中国公司在印度参与的生活服务类不在列 比如滴滴投资的打持软件OLA 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投资的移动支付平台 ATM等仍正常使用 印度政府给出的理由是禁用的软件 危害印度的主权和完整性 危害印度的国防、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 而最近TikTok又宣布将会退出香港市场 现有用户可以跳转账户至抖音 抖音将会继续正常运营 此举有可能是为了迎合在中国刚刚巴巴的香港公安法 可以说TikTok目前是中国唯一一个以王者视角 成功出海的中国社交类软件 中国的科技行业前几年走出国门攻克国际市场 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除了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这些一线科技公司以外 越来越多的中国科技公司 开始在这些老大哥的带着下尝试出海道路 然而在这些科技公司走向国际市场那一刻起 势必会遇到很多未知的挑战与困难 要符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 适应当地的文化习俗 更大的挑战和困难在于如何调整产品及市场战略 让品牌和产品当地化 冲破当地现有竞品的护城河拿下一席之地 在排除政治干扰因素之外 这些是中国品牌能够走得更稳更远的必修哥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